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我们看到昨天警方全员动员 在今天临着的时候 在新竹将零性嫌犯给逮捕到来 刚刚讲到 他等于说是南大中心 高雄的台南的新竹的警方 全部动员 而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个 在这个逮捕的过程里面 有警方刚刚讲到 他不是带着一般的不向 不是带一般的警匠 他把MP4都带进来 MP4都带起来 就等于说 今天许国勇讲 他今天是格杀物论令 他不是嘴巴讲讲的 如果今天他真的敢反抗 今天真的有需要的话 警方是等于说 是全员的火力全部都充足 如果当时没有顺利的 第一时间逮捕的话 一场火拼 看起来势在南面 好 待会儿呢 这次媒体人黄海海 也会交入你的讨论 好 所以家伟 我先看到这个枪 我去愣了一下 因为昨天 我们看到徐郭月 我们的内政部长讲 他说如果你不通常抵抗 你可以直接开枪 有人解读说 那是一个格杀力 在讲格杀力 我讲格杀力是什么意思 有人就告诉我 你看这把枪 这把枪是MP5吗 这把枪火力很大吗 如果说今天这个歹徒 他真的没有办法 在第一时间逮捕的话 这把枪 就会派上用场了吗 确实保释哥没有错 因为其实说实在 真的还好 他幸运是在新竹落 如果他是在台南的话 可能不是只有一把MP5 因为你看他下手的方式 多么的凶财 两位警察 一个身上17刀 一个身上38刀 你杀警察就算了 你的手法这么凶狠 你说身为警察 会不会同搜敌抗 当然会 那你去围捕 那我带一般的警枪就好嘛 所以你看旁边 其实有援警 无时无刻手都放在腰间 有没有看到 就放在他的枪上 就怕你突然 你要反击的话 所以昨天所有人都警戒了 他在逮捕过程里面 手都是碰在枪套上的 对 因为在这个外围来看 我不晓得嫌犯 他的枪放在哪里 虽然说之后他放在包 但是如果说 他今天放在身上 放在这个脚踝的地方 他突然拿出来 看他怎么办 所以一定 大家都是拿着枪的 随时警戒 那一旦如果说 你有任何反抗 反正今天 内政部长都已经给我开火拳了 我MP5直接派上去 我直接 这个MP5火力有多强 很强吗 他短时间之内 是可以清空所有弹夹的 我们可以看到 他弹夹里头有多少 其实可以看到 这就是MP5 对 这个就是 其实在国外 这是属于特种部队 特警在使用的一个枪线 你看 他们射速 每分钟可以打800发 所以等于说我2.25秒 我就可以清空 我里头38的指标 所以如果今天 昨天 昨天为了抓这个灵性嫌犯 MP5都拿出来了 我把我所有警察配备 最好的装备 拿来对付你 为什么你知道吗 他身上今天 不是说什么自私手枪 打一打可能会卡带 甚至有时候铁板穿不过 他用的是警枪 是我们最近才刚换的警枪 所以BBQ M2的型号 所以他的烧烤力很强 比自私枪很多 所以我一定要用重装备 来对付你 再加上他的手法 这么样的凶残 所以当时警戒已经下令 这就是格杀令 好 那我们刚才讲 这在新竹 他等于说下了车以后 他在经过 新竹分局埋伏的车子 一天就把他抓到 当时你所有的行收 我都掌握了 这站这里看出来说 我们小时候都听说 有个八号分级 但现在好像不叫八号分级 你真的有什么风吹草动 或者是真的 他会可以这样 透过一个机制 全员动员吗 其实现在警方 在昨天晚上 包含各县市警察局局长 各县市的行大大学长 通通手机保持暢通 不敢手机没接 一定要在这边 为什么 因为就怕他四处流窜 要是跑到这个县市 那该怎么办 所以昨天第一时间 台南通过车变系统 掌握他上车的 这一个白台车 是往高雄方向前进 第一时间就马上联络 高雄市警局 联络高雄市刑警大队 有的人 这个嫌犯 他在你们那边下车 九如交流道那边下车 而且掌握的速度非常的快 你仔细看 他昨天11点半 才抢这个超商 什么时候接到电话 12点50 等于说这个落差的时间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我就已经掌握到 你在高雄了 所以就请高雄立刻去帮我调 你抢完台南的超商 你去哪我都知道了 对 端到一个小时 这个高雄接到电话之后 立刻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画面 成为他最大的败笔 因为我行场完之后 我的车证非常的清楚 而且你搭了白排车 我都已经透过车变系统 知道你去高雄 所以我立刻通知高雄 去帮我调 他在哪里下车 之后去了哪里 警方也很积极 他拿着照片四处去问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人 你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就有看 结果掉到了这个关键的画面 就让他穿成这样子 上了核心客运的车子 所以变成你上了这台车子 客运其实他走高速公路 所以你没办法中途下车嘛 而且又掌握到 你买票在新竹下车 所以我第一时间 知道你会去新竹 赶快打电话给新竹市警察局 打给新竹市警察 你现在先到核心客运的客运站 来帮我埋伏 难怪这个画面 我当时就有点困惑是 我走在旁边 你怎么确定我是那个灵性协败 你怎么知道我是歹徒 你怎么可以经过旁边 全部人随了我一涌而上 原来我在上车的时候 我的穿着 我的打扮 我的所有的特征 都被掌握了 而且不是说我穿着特征 就是这样被掌握而已 他从下客运的那一刻起 其实远远的都在观察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害怕说 如果我太早行动 冲回车上 挟持车上11名乘客 加上这个驾驶 这是客运挟 案件会越烧越大 所以当他下车开始 无限电开始喊 目标出现目标出现 往哪个方向走了 哪个小队要注意 所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其实看到他收尾 已经没有其他路人了 没有开车的店家 就算他有枪 他也不会胁迫到 无辜市民的时候 所以那位置是可以选择的 因为那边都是铁皮屋 附近也已经没有路人 没有车辆经过了 所以当他经过那台车的时候 喊行动立刻开门 下车就直接把他给压制 所以很清楚 你从上车开始 到下车 到你走的每一步路 很多个警察 六十几个警察 眼睛都在看着你 随时透露线链 什么时候该动 都有经过精密的计算 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还是很清新突破 因为你上了核心客运 核心客运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你包括你外 还有旁边11个人 包括司机是12个人 司机都不知道 但是核心客运 这台车 你到了哪里 核心客运都可以 透过他的监视系统 可以清楚地掌握 所以你什么时候下车路道 你什么时候到新竹 我要在什么时候埋伏 一清二楚 对 确实 所以昨天高雄的警方 除了帮忙掉带子之外 刚刚看到那个画面之外 其实也特别要扮演一个 帮忙就是掌握 他行踪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除了告诉你说 他上车了之外 我查到他在新竹下车 那另外 这台客运开到哪里 很重要啊 因为我总知道 他到了哪里 有没有可能哪边下车 或现在到哪里 我们部署的状况 要跟得上这台客运的速度嘛 所以当时 陈其迈就讲了 当时两点半的时候 通知台南警方说 车子过了嘉义 所以他们就在客运在那边 我盯着这个车子的GPS 两点半过嘉义 所以这时间非常的精准啊 所以我前半没带手机 没关系 但是你上了这台巴士 GPS是想很清楚 你到哪里嘛 所以我通知他到了嘉义 接着后续就叫台南警方来指挥 好 爬完到了苗栗 过了彰化 过了台中 要到新竹了 大家全部都要Standby 准备好 好 那刚刚讲啊 方言人就讲啊 你从台南港 就是说台南的警方 你知道我的车子 已经上高速公路了 台南警方赶快冲上去 赶快赶过那部车 然后在那个地方埋伏 昨天其实台南警方 知道他搭白牌车 到高雄的时候 其实已经五台车 已经要准备上去高雄 因为认为他可能 在高雄过夜嘛 结果还没到高雄 高雄警方都已经查到 他上客运 立刻回转 往北飙啊 另外通知就是新竹在地的 四行大的人员 鹤枪实弹 把最重型的武器都带出来 因为我们已经有开火权了 如果说一旦这个人反抗的话 不一定开商的 一定要是我台南 你新竹开也是可以 好 那刚刚讲 新竹市警察局来说 报告两位学长 就是对应的两位 逮兔已经逮到了 他后续持续变装 变换交通工具 他以为他可以躲避追气 他现在凌晨搭客运到我们的新竹 但是容貌特征 不是说变就变 我们已经设下天罗地网 等着你接受法律制裁了 而且这句话 有这段话里面 你看容貌特征 岂能说变就变 你就算变了也没有用 因为你的行踪穿着 我们都掌握了嘛 而且买车票 就说你一个到新竹 你一下子 我们当然就是盯着你啊 所以这个 其实他也透露了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 重兵力 重武器 所有最优秀的 这形式干员 通通都派在这个地方 准备登任你望中作边 好 玉凤 昨天晚上 整个台湾的警方 全员动员吗 所有的分局长 手机都不敢乖 随时要接受最新的状况 还有 我今天看到这个东西 有人提出说 你一定要注意这把枪 今天在现场 他说 这只是你看到的 他说绝对不是 只有一把MP5 而且 你只要胆敢 你只要胆敢抵抗 MP5真的那么恐怖吗 对 其实以前都是在 这个围捕重大的枪 急要犯的时候 拿MP5出来 那个时候张喜明的时候 在台中的时候 就是拿MP5 MP5有个好处 抓张喜明就是MP5 对 那个时候 MP5有个好处 就是说呢 他大概两秒到三秒的时候 给清空一个弹夹 所以呢我就是一层一层 扎扎扎扎 就只这样走这么快 扎扎扎扎 后面一组人 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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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逃都没有地方逃 昨天呢 他真的是运气非常好 其实在合金客运 斜对面那四个角 所有的警察 都是呆在那里面 所以呢你四个角 不管你走哪一个角 你都会被扑上来 所以难怪我想说 警察怎么这么厉害 对 我怎么知道你在哪个位置 你今天等于说 你是我每个角落都有 你经过每个角落 都有一台车等着你 然后当你只要等过那台车 我想说半夜怎么那么多人 其中还有一个角 其中还有一个角 还有黄明昭 他自己也在 所以大家没有看到 警政署长也在 大家没有看到一个画面 就是说呢 其实这个人一下子 走过去的时候呢 被压制的一瞬间 就有一个人穿着白色的针 跑出来 那个画面是谁 那就是黄明昭 所以其实所有的人 全部就把他压制住 那他运气真的是非常好 你杀了两个警察 你竟然还可以活下来 如果你走另外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的话 可能直接MP5 就直接把你开过去了 对 所以因为另外一个角度的话 没有所有 就是还有一个空档 一个空档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不是像昨天 那个状况就是 你刚好经过我埋伏的车 我可以把他弄掉去 那我不可能再去追你 因为你已经杀了两个警察 这个时候MP5就出来了 你可能就是一个 口袋的一个三角散出 我就直接把你打进去 所以昨天是 我在经过这个车子旁边 我这个车门猛力撞开 是把他撞 等于说让他失去重心吗 对 失去重心之后 再把他压制住 因为现在已经不可能 我跟你面对面 因为已经死了两个警察 我不可能面对面之后 再去压制你 所以他昨天真的是运气蛮好的 如果走另外一个角的话 可能去把他弄到的 就是MP5 就直接把他打掉了 所以昨天的格杀令是真的 昨天的格杀令是真的 因为徐国勇 这个部长已经讲了嘛 就勇敢用枪嘛 加上如果把他打掉的话 这个时候民意可用 加上还有破格的机会 所以他就有机会被直接打掉 好的 我跟你讲 昨天你看我在桃园 刚刚讲你已经变装 对 然后你已经换了很多 你要讲我又搭公车 我又搭这个火车 我又搭白排车 我又搭计程车 我怎么换来换去 我都被抓到 而且我从台南 我跑到高雄 我从高雄我搭车 我去西竹 就大家都有联络 难道现在有一个系统 是可以大家马上动起来的吗 以前这个系统叫做八号分机 后来就应该改组的关系 变成一个增防中心 但是昨天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其实他是无名英雄 刚好我觉得真的是天佑台湾 台北市刑事局最强的 地表最强的七大队 我们是讲过他很多次 七大队有一个同仁 刚好就是在案发前没有多久 调到台南去 所以他从刑事局七大队 调到台南去之后 刑事局七大队很厉害 他非常厉害 台北台湾重大的案件 包括什么高铁炸弹客 还有火车炸弹客 大概都是他们抓的 好 这个同仁刚好调到台南去 在客增中心 所以其实昨天 他就是一个枢纽 为什么呢 因为台南的警察的能力 其实是不足的 加上他掉下去之后呢 但是他跟七大队还有联系 所以其实包括我们讲说 你在监视器 昨天重点就是 这个超商的监视器 看到人之后呢 就是由这个同仁 开始去指挥 开始去调度说 我们要赶快把侧编系统 然后再去联络南达 再去联络高雄说 这台车已经到你那个地方去了 然后甚至呢 就马上第一时间 回报台北的刑事局 所以昨天才会那么精准 黄明超才有办法 在第一时间 我就在这个地方 等这个客运进来 如果没有这个同仁 没有这个同仁 刚好他离开 时事局 然后刚好熟悉 这些车编系统 我告诉你 台南没有人 可以去把这个事情 搞清楚 他到底在哪里 而且我还注意到的是 陈其迈讲 凌晨两点说 这台车 已经过嘉义了 对 你连你在哪 我都知道吗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在国道上面 都有一个车编系统 这个车编系统 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你以为ETC 只是要收钱吗 你以为旁边这些系统 这些高架上面的监视系统 只是来看你的车数吗 没有 你这个车编系统 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我一个车牌 弄好之后呢 从你到哪里 大概每个站 你经过的时候的时数 我只要 catch到你一个 我就可以去算 你这时候的时数 然后呢 在这个时候国道上面 因为是半夜嘛 所以没有什么车 我就可以精准的计算 你大概什么时候会到 所以就是有这样子 把他摔下来之后呢 才有办法让黄明昭 在第一时间 就等着这个客运到战 而且 昨天刚才讲 这个灵系嫌犯 昨天是吓坏了 因为时数 就一涌而上以后 大家臭干了 他只能说 好痛好痛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我觉得如果不是 因为现在就是 手机很方便 还有密录器 一定要拍的话 我觉得昨天他在现场 应该就明明冒冒了 但是 我觉得现在这个 简单来讲 就是便宜他啦 好 刚才讲 今天新竹是警察局讲 你不管怎么样变装 你怎么样变换交通工具 你来躲避这个气场 你这个等于说 我们今天已经设下天罗地网 也就是 你今天从台南 你跑到高雄 再从高雄跑到新竹 你之前做了很多的断点 但你怎么的断点 我都可以抓到你 对 但是还是那个重点 他前面真的是 台南真的是摸瞎 真的是没有办法 但是呢 就是你在7-7之后呢 你拍到一个面貌 然后这个面貌呢 到了超商 对 其实你在这超商里面 你有办法在这个超商 拍到之后呢 就这张照片 对 就是这张照片 就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呢 包括你的面貌 包括你这个logo 包括你手的这个形态 大概就被catch住 被catch住之后呢 运气 其实警方的运气也不错 既然有办法 就是拍到另外一段 他上摆排车 一路当过来之后呢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我觉得 现在还能不能抓到了 未定之天 而且他在超商里面 他讲了一句话 警方就bingo了 因为他每次抢超商 都讲同一句话 他在过去 为什么会进去关 然后呢 被判刑八年多了 就是他抢超商 他抢超商的时候 他之前都是拿空气枪 昨天拿捡摸手枪 一进去他都会先讲一句话 就是说 不要这样 你吃人偷漏的 什么意思 就是恐吓嘛 就是说 你是吃人家投入的 你就把钱给拿出来 那昨天抢了八千多 那这上一次呢 在过去呢 是抢了一万多 那他会加一个 拉滑套的一个动作 就是让你知道说 你现在 要不要 把钱拿出来 不然的话 我就是 准备要开枪了 而且那一句话 就是让警方说 就是我们之前 锁定的其中一个 他之前讲过一句 你吃人偷漏的 不用拼 好 贝德 刚才讲 今天看到了警方 把MP5拿出来的时候 昨天 你昨天就讲了 徐国勇 已经开了所谓的格杀 那句话就叫格杀力 今天整个警方 真的这样的 敌忾同仇了吗 没有错 那每次只要遇到 有歹徒 那么枪杀警方的话呢 尤其是夺枪了以后呢 那么事态严重 因为又杀警察 又拿警察的枪 可能再去作案嘛 全国的警察单位 都是因为这样子 会抵开同仇啊 保健 你知道昨天 差一点出现了 第三位的被害人啊 为什么 因为呢 其实警方 那么在昨天 发生了这个 11点33分 在台南新营 发生超商抢案了以后 警方冲到现场去 然后紧接着来 又调监视器 然后怀疑是他了以后呢 那么当时啊 事实上 就在警方 一大堆的警方 在这个超商 里里外外正忙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嫌犯呢 那么这个 嫌犯他跑到哪里去啊 他不是骑了600公尺 把这个机车 丢在那个地方吗 然后紧接而来呢 他跑到白牌车 也就是附近的 一个白牌车的一个据点啊 进去 他走进去的时候呢 跟老板说 他要去高雄 要租车去高雄 然后老板呢 那么当时因为老板 手机正好在划 杀警案的新闻 他正在看这个新闻啊 抬头看了一下 然后跟他讲说 因为只剩一个司机嘛 他就请那个司机 就直接载着这个嫌犯呢 那么直接开车过去 当车子 那么开过这个超商的时候 刚刚一大堆警察在里面嘛 这个嫌犯还 那个林贤还问 故意问司机说 超商是发生什么事是不是 他还装傻 他在测试看看 你能不能认出 还是我跟我有关系啊 他都不信任在测试 那这个司机说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 然后就一直开啊 当时他上车的时候呢 有说一句话说 你都不要看手机 不要拿手机啊 我小费都给你一点 那那个司机就把 这个司机就把这个手机放着 对不对 是哦 挂着挂着 我跟你讲 还好这个司机都没有看手机 否则搞不好 到最后被林贤给 这个直接给隔壁了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当他车子看上 告诉公路了以后呢 那么警方 因为马上就地毯室搜索 根据这个车牌 这个辨识系统 发现歹徒所偷的车子呢 在超商得手以后 丢到600公尺外 直接过去以后 马上踩指纹 因为呢 当时在这个台南的 高中的厕所 那个车子上面 有一枚指纹嘛 那个指纹在把手上面 那时就知道是林贤 可问题是 还是为了要十拿九稳 你知道吗 所以当时在这个 新营的超商600公尺外 发现歹徒 抢超商的歹徒 所弃制了这个车子以后 监视器显示 他左手这边有包扎 但是右手 没有这个手套嘛 所以立刻踩到指纹以后 马上 啪的发这个给刑事局 一比较 从一个人 Bingo 就他 确定绝对是他 然后呢 马上 找了以后 掉监视器以后发现 他走进去白牌车的 这个办公室里面 所以冲到白牌车司机 然后跟这个钟老板交 刚刚有没有 刚刚有没有一个年轻人 进去里面 对 他有啊 出去了 要到高雄啊 天啊 要到高雄去以后呢 那么他知道 到高雄可能会 马上就通报高雄警方以后 这个白牌车的司机老板呢 那个钟老板呢 他做了一件事 他发了一个APP 发了一个APP 给这个司机 手机 他意思是怎么样 要提醒他说 你要注意你自己的安全啊 但是问题是 还好他没有看 你知道吗 还好他没有看 你想想看 如果这个司机 他在这个 载着这个嫌犯呢 那个杀警要犯呢 那么一边看一边看的话 你要是那个司机 你会怎样 我就吓死了 你会吓死的过程当中 后面这个凶险 他会怎么样 他马上会发现 你知道我是谁 那他很可能叫你靠边 对 然后枪拿起来 可能就该干掉你了 警察都敢杀了 没有错 然后呢 那么后来根据这个司机 警方又找到他 那司机说 他一上车了以后 跟他聊天 聊天了以后呢 只知道整个路程 过程当中 其实时间不会很久 因为他是这个 等于说11点33分 抢超商嘛 然后后来就来租车嘛 就往高雄去了嘛 在车上一直嚼槟榔 还把车窗摇下来 在那边抽烟 你知道吗 在那边抽烟 但是好像觉得 司机就觉得他好像很紧张 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安这样子了 他也会紧张 对 我跟你讲 宝洁你知道我们都在讲说 他不是一直制造断点吗 你知道他多狡猾吗 多狡猾 他不是叫白排车司机 把他开到这个高雄去吗 久如交流到下来嘛 就放他的路边就走了 一时是要让制造说 他在高雄 另外可能要去找机轮车干什么 你知道他为什么到高雄 为什么 他的女朋友住在高雄临雅区 所以当时事实上 在确定Bingo的时候 林延田高雄市警察局长 立刻调度人 所有人在林雅区 他女朋友住处 全部埋伏 你知道吗 已经埋伏在他女朋友住处 对 可是后来发现 他没来 你知道吗 后来发现 他怎么没来 女朋友这个地方 所以那时候林延田 灵机一动 调在酒炉交流到附近 核心客运这几个客运的 所有的监视器 发现 各位 现在为止 我们都看到有戴帽子 对不对 核心客运他拿了一千块 去买了一张 往新竹的单程票 他是在12点 12点38分的时候 走进核心买票 一点的车子 直接要开到新竹 他把帽子脱下来了 所以当时知道 他是留平头 这边剃光的 然后留平头 他的长相 那张照片非常的清晰 然后紧接而来 就冲到这个核心来了以后 林延田马上把 马上pass这个消息 马上pass给台南的警方 pass给警政署长 黄明昭 知道这件事情 那么马上还有pass给新竹 所以动动动 全部动 然后五辆车子台南 还没到高学 啪地下架 他立刻转向 立刻往北追 立刻去保护在这个车子的旁边 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个白牌车设计 事实上它很危险 所以他后来知道了以后 你再回过头 我现在惊心动魄 第一个 这个白牌资金密选一线 核心客运商那些人也密选一线 对 那不能让 那核心其实已经知道 核心那时候并不知道说 他是杀警的嫌犯 只知道说 他就这个人 花一千块买了一个单程票 那其他人都是到台北 那要怎么办呢 警方 马上就 马上就赶快警星杀盘推演 不能跟司机讲 你如果一旦跟司机讲的话呢 司机一定会做出 一定会害怕 然后警戒来车上11个人 你想想看 在国道上面 那么他载了11个人 还有包括这个歹徒 歹徒如果一旦发现 司机有其他奇怪的动作 他马上会把枪掏出来 真的 然后就夹持这个司机 到时候事情就大掉 我跟你讲 又演变成夹持这个核心客运的事件 这11个人 包括司机都成了他人质漏票 所以警方决定不动胜色 我在后面 我追上你了以后 我在后面当作是一般的车辆 反正我只要跟着你就好了 确认你会到什么地方 然后另一方面 警政时长黄明昭 跟新竹警方 已经在那个地方 在新竹核心客运下车的地方 布下天罗地网 68个刑警在那边 所以我这边在后面 保护在后面跟 那边68个人 总共加起来 加起来 大概八九四个人 全部都盯着这辆车下车 一直到他下车的时候 等到 那时候大家都杀盘退运过了 一定要等到他一个人下车 客运把门关上的时候 再下手 你知道吗 绝对不能让他有机会 又回到客运 夹持客运 在夹持客运 所以在夹持人职 所以你整个杀盘退运 警方做到这么细 所有的人都是经过 这样的一个要求 不过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其实 昨天在这个产案发生 早上产案发生的时候 在派出所痛哭失声 你知道他是谁吗 一开始全案不是因为 一辆车子 摩托车被偷吗 这个无姓男子 他在外县市 他租了一辆摩托车 在台南玩 但是他忘了把钥匙给擦掉 给拔掉 他在什么地方 他在台南的赤坎街附近 也是这个凶手 显然对赤坎柔赤坎街 他偷车也在这个地方 后来回来 行刑以后 也回到这个赤坎楼附近 他可能有什么地缘关系 然后 那么这个无姓男子 去一个酒吧 割酒 出来凌晨出来后 发现 车子不见了 不见了 他在十点多的时候 就走进二分级的 这个派出所 报案 当时受理报案 是陈姓远警 帮他做笔录 结果十分钟后 这位图姓远警 那么就跟他讲说 我帮你找看看 很热心 就发现 所以他图姓远警很热心 车子出现在安南区 还跟他讲说 我跟学弟 去帮你把车子找回来 就这样出去了 你知道吗 出去了以后 就没想到没多久 从无线电传来 他们两个人竟然被杀 然后被砍被灼枪 当场无姓男子 这个本来报案的 这个被害人 这个所谓的被害人 租车者 在派出所痛哭失声 后来在得知 他们两个人殉职以后 还跑到庙里面 帮他们拜拜起伏 你就知道 这件案子又多么离奇了 好 下面 刚才讲 为什么这个认为 让警方敌忆同仇 这太夸张了 今天图姓远警 今天解剖 升上17刀 而曹姓远警 升上38刀 你有邪害 神仇吗 你居然杀得这么恐怖 对 确实没错 其实从今天 香烟结果出来 大家觉得说 你被割喉 已经很过分了吧 但是今天香烟出来 你发现 图明城第一个 跟歹徒对决的这一个人 他身上中了17刀 结果后面这个学弟 身上38刀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格杀利 你说遇到他 枪要不要开 当然要开 而且为什么 当时会这个状况 因为其实当时 两个人 其实两人一车 你到现场去 就是要来找这个 偷车贼 偷车找这个嫌犯 但是比较可惜是 两个人分开行动 因为当时到了一个产业 路比较小的时候 图姓学长 带着枪 说 没关系 车子进不去 我先进去看看 结果进去之后 就遇到了这个零性嫌犯 而当时林选犯 手上还拿着弹簧刀 所以双方就有了 第一个 比较严重的一个对峙 那当时这个图姓原警 对空先开了一箱 就说 你把刀给我丢掉 但是这个歹徒会觉得说 我今天逃狱 你要来抓我 我不就又要回去了吗 所以双方 我也不把这个刀给丢掉 我就直接 快速地冲向你 在近身的部分 直接第一刀 就朝颈部来攻击 所以导致 但是他完全不知道 对方是一个逃狱的人 对这个 对图姓警察来讲 我觉得他只是一个偷车贼 偷车贼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但是我不知道眼前的 这个竟然是一个阅语犯 而且手上还有这把刀 而且另外一名 就是这一个 他的学弟来到现场的时候 看到的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警车前面的 这个行车记录器拍下来 这就代表 他看到的画面也是这样子 对 我开车回来找学长的时候 发现 这个他手上拿着学长的枪 学长满身事业倒在地上 结果没想到 曹信元警下来之后 做了一个动作 反而更惹怒他 就是对他喷辣椒水 其实这个辣椒水的部分 其实我今天带了两瓶来 你看这两瓶其实长得不一样 曹雪哥 你看起来像辣椒水 没什么特别 这一罐是公发的 其实辣椒水有分辣不辣 跟吃面一样 这个是公发的辣椒水 它的系数大约是0.6 0.6 这个0.6 真的有警察 有教官去测试 这个辣椒水 你喷到脸上 你要真的感觉到痛 你需要7秒的时间 我喷到你 你还要7秒才会感觉到痛 这7秒我2秒钟 我就可以直接过来取你性命 所以公发的辣椒水 很多人会 很多警察会觉得说 这效果不强 不够辣嘛 对不对 我喷到你 你也不会立刻感觉到疼痛 立刻行动受到限制 所以很多人会再去买 因为政府采购法 只能够买比较便宜的 而且采购的部分 没有规定说 我一定要买 就是多少系数以上的 没有哦 所以大家挑便宜的 我挑买来的辣椒水 你没喷过 我也不肯拿去喷长官 没有人知道它不辣嘛 所以一定要食物上 超遇到才会知道 所以很多人会去 自己去买这道 好 国外进口的 比较辣的 它的辣度 系数是1.3 等于说是我原本公发的 一倍 一倍 所以我喷你的话 你大概3秒钟 你就已经开始泪流 买面就会很痛苦 我根本没有行动能力 但是这一次 就是因为喷辣椒水 喷得不辣 所以它还有时间 我近距离 你已经对我喷辣椒水 我很生气 我近距离 我又喝了酒 我就迟到 所以才会导致 这名潮汐的远景 为什么身上有38刀 这么多的一个刀伤 所以我就不懂 然后说 你都已经喷辣椒水了 一般的喷辣椒水 就很不舒服 它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不够辣 第二个是 如果你是喷雾状的 你在那个有风的状态下 你在室外的状态下 它搞不好根本没有感觉 对 而且其实很多人不晓得 这个辣椒水 跟防狼喷雾有差别 很多种喷雾状 你在户外风一吹 我们这个距离 已经算近了 保洁哥 我这样去拿喷雾状喷 你其实 你也不会有什么 太大的危险 而且如果说 很多那种是防狼喷雾的 它根本不辣 它只有味道有点呛而已 所以我用这个喷 一来喷不到你 二来没有效果 所以当然 最后只是变成 我激怒嫌犯的一个东西 我没办法自保 我还激怒这个嫌犯 所以曹信原警 那个时候 为了要救他的学长 下车对了歹徒 喷了辣椒水 结果没有帮到他 没有救到学长 本来让自己 身陷危险当中 而且我觉得 不可思议是说 你今天到底什么样 在血海深测 他讲 你今天你以为说 他是不是吃了药 你今天是不是喝了酒 没有 你后面那么冷气 代表他的理事 是非常清楚的 理事这么清楚 你居然还从后面 砍了38刀 对 所以其实大家看到 这个事情 会觉得非常的生气 因为我跟你无冤无丑 我只是不想要 回去监狱里头 我有必要下 这么样的重手吗 但是当然 杀红了眼 有时候真的是 气上来的时候 你真的很难抓住他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我后面逃逸 我还记到 我要怎么制造断点 所以这个 方文宁也说了 这是嫌犯的公词 他是这样讲 会不会是为了自己脱罪 因为我们后面看起来 他都很清楚啊 他没有因为 慎怒之下 喝醉之下 我犯了这个案子 所以辣椒水 指他脱罪之词 有可能 因为如果我在慎怒之下 我没办法控制我的行为 这个上法院 有可能形成 警醒了一个要件 所以杀了两个警察 有没有可能真的 他还知道怎么脱罪 他还是有在动脑 想着替自己脱身 好 所以玉峰 刚才讲到 他犯了一个警戒 不能犯的天条 你杀了警察 杀了警察就这样 就所有的人 所有的这个过程 都是真的要他的命的 对 其实他昨天呢 保住一命 真的是他运气非常好 因为你杀了警察 而且手段那么凶长 再加上 其实内政部长徐国勇 他开了那一个绿灯 他开了绿灯 就是他在大胆用枪 在那个情况之下 其实非常多的同仁 第一个要帮同事报仇 第二个你知道吗 这辈子要拼升官 要拼破格 就是昨天了 昨天那个情况之下 只要他稍微有个动作 如果不是我们开车门 把他弄倒 因为他不是有背一个包包吗 只要他有一个 拿东西的动作 我不管是拿什么 我相信在昨天那个现场 一定 大概两波火力 他全身就是蜂窝了 因为过去 警方就有很多 这样的一个经验 你今天只要胆敢 就是说 你只要胆敢说 你今天杀了警察了以后 警察都是杀无色的 警察都是杀无色的 我们讲在台中 以前发生过一个命案 那那个命案呢 其实就是说他去绑架了一个电丸大亨 绑架了电丸大亨之后呢 然后同仁就去帮忙 在台中的一个大马路上面去围捕 结果没有想到呢 竟然这个嫌犯呢 直接一箱 把这同仁打掉了 打掉的情况之下 最后在围捕的那个状况呢 其实在十秒之内就连续开枪 几波的攻势 十秒 结束了 把他打成蜂窝吗 对 他身上带出来的时候呢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然后呢 数了一下 相应之后呢 28发 身上28发 对 你可以知道 那个现场其实就是 整个打得明明茂茂 然后他身上呢 就是被打了28发 从新竹市警察局 发布的那个脸书里面 觉得警察真的 已经准备好了吗 对 没有错 那么事实上呢 只要你是杀警察的嫌犯呢 警方一定想尽办法 把你这个追查到底啊 而且必要的时候呢 就警匪枪战就割杀无论了 为什么这样讲啊 因为呢 如果在警匪真正枪战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说 分辨说我要怎么样 才能够那个 我要第一个 警方要保护自己的安全 第二个要欺捕歹徒嘛 我就举我自己采访过 一个例子就好了 1994年的11月10号凌晨2点 在台北市万华的 那么吴州街跟这个 和平西路口啊 台北市保安大队的 一个小阳小队长呢 率三个这个 比如说远警呢 还有带一把 654的自动步枪哦 结果看到前面 有两个人 行迹可疑 他们就上去盘查嘛 盘查了以后呢 其中一个人 刚好跟檳榔 他们买了三罐的矿泉水 然后他就跟大家讲说 先生不好意思 你的那个身份证 借我看一下嘛 然后那个人就背对说 我拿给你 拿以后 两支枪掏出来 就朝警方 砰砰砰就开枪了 你知道吗 从现场有四个警察 然后有三个警察中枪 然后另外一个 拿长枪的那个 那个雪地呢 愣住了现场 你知道他拿长枪 但是愣住了 你知道吗 结果造成一死两伤的 一个惨剧啊 最后发现是谁 各位 很多人都讲说 一定要先查他的钱 可是不是杀人啊 重大刑犯啊 枪击药犯 你错了 所有的大尾龙 都是从这个 社会开始耶 为什么 因为他是谁 他是本来默默无名 在全台湾 没有人认识的 高南马 吴庆南 他本来在干嘛 本来是台南的 一个农家子弟 跟着他的老大呢 到屏东去给人家 捞过去去做杀石啊 跟当地人起了冲突 出来谈判的时候呢 老大带着他 跟另外一个人 说要去谈判 然后问老大 要不要进去 他说不用 我进去就好了 结果对方进去了以后呢 谈判破裂 对方站起来 小弟就把他的老大给干掉 他一听到江山里以后呢 冲进去 就把对方的老大 跟他的保镖 两个人干掉 一口气杀了两个人 江湖才知道 原来屏东有一个人 叫做高南马 是这样子 就杀了人以后 逃到台北 要投靠万华的脚头大哥 那时候是要去喝酒 说的话 就没想到遇到保安大队 直接给他这个 等于说拦下来以后呢 那么他就直接开枪打警察 宝洁你知道吗 后来他又债务就分 杀了三个人 直接运到屏东 台塘的废弃的孤警里面呢 杀死了以后还焚尸 你听过一个人嘛 台湾军火大亨许晶德 对 许晶德我知道 但你知道许晶德谁杀的吗 高南马杀的 就是他杀的 你知道吗 他杀了 他要去绑架许晶德 结果呢 南下在新营啊 台南新营 南下许晶德坐车 许晶德在门开的时候 跑 跑了以后 他就追枪杀了许晶德 最后 把许晶德的这个司机啊 压走了以后呢 没想到 没想到 他们因为是 他是人家找了两个集团嘛 另外那个集团 老大开始跟他讲说 这个司机就放他回去 不关他的事嘛 他就不 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了以后 趁这个老大不在的时候呢 竟然把这个司机绑起来 枪杀了以后绑起来 拖在吉普车后面 把他拉了好长多时间了以后 再把他给活活的烧死 最后在警匪枪战的时候 警方刑事警察局 开了82枪 把他给击毙 82枪 没有错 你就知道 在警匪枪战 尤其是你枪杀警察的话呢 虽千万里 我一定追杀到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